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WTA1000级别红土大赛5月9日在罗马打响 中国女单名将张帅在首轮比赛中以6比4和6比2击败外卡选手特雷维桑 结束近期两战女单一轮游 这场胜利让张帅收获了60个积分 世界排名来到第41位 下一轮比赛,张帅将迎战三号种子,夺冠热门萨巴伦卡 红土赛季以来,张帅的整体成绩较为理想 尤其是在女双项目上,他在斯图加特战和马德里战比赛中均打进4强 并且在斯图加特战还拿到了亚军 对于即将到来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球迷对张帅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本次罗马战的比赛是张帅前往罗兰加洛斯的重要热身 倘若能够取得优异成绩,对他的法网征程大有必义 首轮比赛,面对实力不俗的特雷维桑 张帅全程稳扎稳打,在发球、接发球以及进攻、防守等环节 始终占据场上的主动权 首盘比赛,张帅和对手多次打出精彩的来回球 关键时刻,张帅成功取得破发,并以大比分6比4拿下 一边再战,张帅在适应了特雷维桑的技术打法之后 在技战术运用和线路选择上更加游刃有余 反观特雷维桑在场上失误频频 最终,中国网球一姐连下两盘,成功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 第二轮,他将与三号种子萨巴伦卡上演正面交锋 后者目前气势正胜,也是法网的夺冠热门之一 但整体实力和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相比,明显处于下风 尤其是在冷门不断的红土球场,张帅并非没有机会取胜 对于这场焦点大战,张帅首先需要放低姿态 全力以赴冲击对手,萨巴伦卡技术较为全面 正反手实力均衡,出球速度和力量是他的秘密武器 只要拿出最佳状态和对手周旋,张帅有望再进一步 此前,在马德里战女双半决赛中,作为赛会头号种子 张帅和搭档桑德斯组合苦战布迪克劳茨克、舒尔斯 无缘决赛 而斯图加特战女双项目,张帅和美国名将高福组成跨国组合参赛 两人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 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措施本赛季首座女双冠军奖杯 年初的里昂战女单决赛,张帅击败乌克兰人亚斯特雷姆斯卡 拿到新赛季第一个女单冠军 目前而言,女双冠军是张帅的重要目标 从四大满冠赛事的选手整体实力而言 法网是部分低牌位球员最有可能夺冠的一个大满冠赛事 2020年,张帅曾来到16强 两年后,中国金花能否刷新职业生涯新高 具体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